明年有這隻羊存在的時候 也會表示說所有人在工作上面 都會有一些想要改變的地方 或是有一些希望自己要堅持的地方 好在我們講完了 明年大家的感情 還有財運的狀況的時候 我可避免的 大家都會想要看看說明年 工作情況怎麼樣 今年有出了這個2022年度趨勢預測書 很多人都反映希望說 對於自己個人的明年度的規劃 要有一些更提早一些想法 所以說打算從今年開始 我們會每年在年末之前 我們就會出這樣子的趨勢預測書 單純講你個人的部分 書籍的內容會對應你自己的本命盤 所以會很詳細的去幫你解說說 如果說你的本命盤的命功 是只會欺詐同工 明年的運勢大概是有什麼樣子 農曆幾月要注意什麼事情 可以讓大家對應自己的本命工的主心 就可以知道明年一整年 整個概略的方向 讓大家可以提早知道明年該要怎麼佈居 2022年的年度趨勢預測書 官網還有在蝦皮上面都有賣 另外呢這是今年呢我們特別出的手帳 有形式力的功能 我們呢有把一般農曆上面會標註上去的農曆的日期 還有一些節日呢都會標在上面 讓大家可以輕巧簡單待在身邊 然後做簡單的筆記 當然現在很多人都會用手機的形式來做筆記 但是自己有一本可以摸在手上 有一點溫度跟質感有紙張的情感成分存在的一個筆記本 可以寫下你自己的心情 那更重要的是呢 命理的角度來看呢 你把你自己的計畫跟想法用自己的筆寫起來 是一種信念的傳達 那這個是筆記本設計的初衷跟原因 裡面還包含呢 我們在每個禮拜啊都會有一句話來鼓勵大家 在這個禮拜的時候呢 你應該注意什麼 有兩個顏色可以選 大小很適中 剛好放在包包裡面剛好 喜歡的朋友可以來買 那我們常在教學上常常有觀念啊 就是實際上很多人啊 他把錢跟工作 他是沒有辦法分開的 事實上呢在指揮斗數上面呢 我們的理財的狀況跟工作狀況是不一樣的 但是呢 斗數裡面我們會談一個啊 單核的概念 也就是說在斗數盤上面呢 我們會看到一個三角形 官路公 命公 財博公 我會形成一個三角形 而三角形的順時這種方向呢 他會構成一個像齒輪一樣推動的力量 也就是說呢 你是一個什麼樣個性的人 會去推動著你在 官路公也就是你工作日常 生活上面的主要的表現 會是什麼樣子 而這件事情就會推動著你呢 理財的狀況 你能夠賺到很多的錢 或者說你的狀況很自由 那就推動著你的生命的狀況 它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因此呢 我們會去討論我們的理財的情況 那當然不得不去考慮到我們工作的情況 尤其是在這兩年的疫情的狀況之下 會有很多人會希望說 我的工作啊 是不是會有些什麼變動 會有些什麼改變 很多人呢 因為這個疫情 他必須要面對他自己工作上重新的選擇 甚至因為這個疫情呢 他反而變好了 因為他的公司沒有辦法去面對疫情 被他被逼的出來創業 結果他反而當老闆之後賺更多錢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是我們常常不斷的一直談到的是說 人啊絕對不可能杜絕於環境之外 那你必須要知道說你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裡面 你會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反而有的人他在掌握好時機之後呢 他的狀況反而會更好 乍看當下是不對的 乍看當下是困難的 但是如果你知道掌握好時機點 那可能反而會是一個絕處逢生 或者是絕地反攻的一個機會的狀態 都是我們在上課常會跟大家提到的 當許多的人在不管你在理財也好 或是在選擇工作也好 很容易去看當下的情況 我當下覺得我怎麼辦 沒有去看我未來的狀況 你當下的選擇也不會去考慮未來幾年 如果你希望你自己的工作 是穩定長久 或是未來有發展的 你要考慮就是未來幾年的狀況 我們今天呢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明年2022年 所有人的財博工都有一顆陀螺心 那在財博工有陀螺心的情況之下 你該要怎麼好好的去選擇你的工作的態度 跟工作的情況 降低那個陀螺心對財務的傷害 更別說明年的四話 明年的四話是五十話季 大家都有一個希望要能夠賺更多千 或是希望要能夠更努力 不管你是在這兩個 兩年的疫情當中你賺千的 或者是你是在這兩年中你是受到風暴的 那你也希望說你可以重新回到一個好的收入狀態 都體現出這個無曲化跡 更渴望金錢跟更希望自己可以在經濟上做更努力 這件事情會推動著明年所有人的運勢狀況 也就是說絕大多數我們可能會碰到說 我們在尋找工作的時候只希望工作成就 或是只希望工作的環境是不是舒適 可是因為明年整年度的流年是無曲化跡的 所以即便是那個不追求金錢的人 他可能也會考慮到說 那我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對我帶來更多一點好的收入 搭配上明年流年所有人的財博公司陀螺 所以大家會一直在這樣子的心情裡面 我們就來幫大家看看明年流年的官路工 流年的命工在這邊流年的官路在這裡 那官路在這邊會有這些組合 會有這些組合 而比較特別的是明年的官路工對工一定有隻青陽 青陽星就好像是一把很大的刀子一樣 每一個工位的對工都是我在這個工作崗位上 或是我在這個工位上面我想要展現在外面的樣子 或者是說我希望表現出來的樣子 有一把刀在這邊表示什麼呢 有一把刀在這邊表示說 我會對於我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現會有一些決心 會有一些期待 甚至會有一些自己希望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那你們可能會問說 老師可是那個有一隻羊在這邊 是不是表示說工作上會不順利嗎 煞心通常都是一體兩面的 你想想看 如果說你在工作的場合上面 或是你個性上面 你就是有某一種果決跟某一種堅持 那是不是在群體裡面 你也就比較容易會去得罪到人 或者比較容易會去跟人家有些衝撞 所以一般大家都只去解釋衝撞那個部分 不去想那個堅持的部分 明年有這隻羊存在的時候 也會表示說 所有人在工作上面 都會有一些想要改變的地方 或是有一些希望自己要堅持的地方 那這個是明年所有的人 在公位上面基礎的狀態 那搭配上主星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它會是什麼樣子 明的四話 天良畫路 紫微畫泉 卓鵝 輔畫科 無許畫器 這個位置有可能是太陽 然後對公就一定是天良 如果這邊是太陽 這邊就是天良 而明年剛好天良畫路 你看太陽在中間這個位置 五這個位置 太陽是正中五對不對 所以這一類的人 他在工作上面 他會希望說 我可以在我的工作崗位上面 得到一些話語權 得到一些大家的支持 或是我會希望 我對自己期待上面 能夠達到的一個 被眾人追隨的一個位置 但是太陽在這邊 是最大的太陽對不對 那我們常講太陽洗照不洗作 你自己當那個太陽的時候 你就會非常累 台語叫做做到老冬 貪到老冬 也就是說你做得很累 可是呢 不見得會得到大家的支持 但是沒有關係 還好他對公的這個天良心 這個太陽會這麼累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得到大家支持的 他的立基點是在於 他會願意去幫助人家 願意去做很多支持別人的事情 而得到大家的支持 所以這個人他明年在工作上面呢 就會希望說 我可以盡量做 然後呢 盡量的達到我要的目標 而且盡量幫助周圍所有的人 那不可否認的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是老闆 你的員工剛好長的這個樣子 那就要可以賦予他為予重任 小小的一個 也不能說是缺點 就是有隻情羊在這邊 那就會表示說 我願意幫助人家過程中間 有的時候我會有點強勢 那當然相對來講 你的發展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如果說 這個位置是天良 那他們就會是太陽 他是顛倒過來的狀況 不考慮陽的情況呢 我們常常都會講說 這個組合 基本上 他在工作上面 他就會是大家的好朋友 跟大家的好幫手 跟大家的貴人 我們常常在談說 天良心是貴人心 你待命工的時候 你就是大家的貴人 但是在官路工的時候 你也可能會是大家的貴人 可是也會因為這樣 你會得到很多人的幫忙 尤其他還是天良化路 這個組合 明年就會有做不完的工作 會有很多很多很多工作的機會 很多很多很多無由來的 人家就希望你能夠做些什麼 幫忙一些什麼 或者是很多工作的機會點 所以如果在今年 你剛好比較困頓 或是今年因為有疫情的關係 你有離職了 那明年應該就會有好的工作機會 會有好的工作機會 那剛剛提到的天良 如果在這個的位置 其實也會有 可是你可能要多出去找一些前輩 或是多出去找一些年紀比你大一點的人 來討論你接下來工作的方向 那就會得到一些機會點 那如果天良直接坐在這邊 那他直接就會拿到工作機會點 比較辛苦的當然是 因為太陽在這裡是落線位 好處是 因為太陽是落線的 所以他比較不會有這麼覺得自己要搶出頭的狀況 也比較能夠去接受說 自己受人所托 然後需要很辛苦去幫人家做事的情況 小小的缺點是這隻羊 就會覺得我總是做這麼辛苦 然後覺得很累 內心總是有點點小小的孤單 即便這邊有個天良化路 好像大家都給我很多的支持 可是我內心有點小小的孤單 那個刀插在自己的心上 那這個是天良跟太陽對拱這一組 在明年關入宮的情況 那我們再來看 還有紫薇跟貪狼的這一組 紫薇跟貪狼的這一組 如果紫薇在這邊 明年剛好紫薇畫圈 而貪狼在對拱 這表示說明年他的工作 比太陽更希望可以擁有自己的地位 擁有自己所可以掌控的權利 那對拱是貪狼 就表示說他會願意在工作上面 為了自己能夠掌控這個權利跟地位 而去做更多更多人際關係上的經營 小小的問題是因為補了這隻青陽 這個人際關係上的經營 可能會有的時候 你太過堅持或者是你太衝動 而去產生一些小小的人際關係上的紛爭 那貪狼是桃花星 所以這個人際上的紛爭 有可能就是跟異星上面的關係 如果說在這個位置上面 如果你的盤上還有文曲星的話 那就更要注意是這種職場上情感關係的問題 如果是文昌星的話 那就要去注意到說自己能夠掌握權力 能夠得到大家的知識 同時希望人際關係要好 但是又有一些自己的規則 那這個規則常常會讓利亞事倍而公辦 那這個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他是顛倒過來的 貪狼在上面而子圍在這邊 這個時候就要注意一些事情 我在工作上面是貪狼 我在工作上面 我會對我有很高的期待 或者我會希望我今年的工作 會有很多其他的機會 然後很多其他的想法 然後我會有更好的發展 所以我在外面會展現出 我希望能夠在工作職場上面 得到大家的尊重 可是這邊有一隻羊在這裡 除非說 除非說你在這個位置裡面來看 同時間在這裡這裡跟這裡跟這邊 這四個位置裡面 你有辦法有碰到左虎右臂天虎天月 這四顆星 你至少要拿到一顆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 你自己希望要能夠得到大家的支持 希望要拿到好的職場上的地位 做了很多的努力 可是卻會覺得反而不如你的預期 甚至因此而去得罪到一些職場上的長官 這個是需要注意的點 還有一組 天璣巨門的這一組 天璣巨門的這一組 天心如果在這裡 巨門星會在這邊 天心所在的位置 通常是你希望要有一些變化的地方 這個組合的人 明年他會希望說自己的工作上面 會有一些轉變跟過往不通 會有一些新的一些變動 需要擔心的是什麼 需要擔心的當然是因為 這顆巨門星對公的巨門 巨門星是非常非常怕煞星的 許多的書都告訴你說巨門星 它有很多的跟人家的爭執 口舌等等 其實是因為巨門是一個極度沒有安全感的一個心耀 極度空虛的一個心耀 一個人在對他的人生沒有安全感的時候 他就容易要去辯駁 要去證明 這個過程中間難免就會跟人家有口舌之爭 這個是巨門為口舌之爭的由來 這個時候還給他一把刀 那就表示說 這個組合的人 在明年的工作職場上面 很容易因為自己的一些想法 跟自己的對事情那些看法 跟別人不一樣 跟自己希望有一些改變 而在職場上面 容易跟人家會有一些紛爭 這個紛爭 甚至是可能會是一些官非 這個是需要注意的事情 基本上 這個組合的人 只要明年 在工作上面 不要像老師我這樣子 這麼有話直說 完全不怕掉糞 該說什麼說什麼 就可以平安一點 這個是明年這個組合的人 小小需要注意的地方 再來 如果是顛倒過來 巨門在這裡 天氣在這邊 當巨門在這裡的時候 天良畫路 一定會在這個位置 也就是說 他會剛好在遷移公有一個天良心 然後會畫路 表示說這個人 他明年在工作職場上面 總是會碰到有很好的貴人 巨門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太陽是落線的 相對來講 他也比較不是那種 會去跟人家爭辯 或是跟人家在言語上面 跟人家爭辯這件事情 來去掩蓋自己不安的 然後再加上說 他遷移公會有一顆天良心 所以在這個組合裡面 明年官路公做巨門的這個組合 算是還不錯的事情 你懂得跟人家溝通 又有朋友的貴人 小小的一個缺點 當然還是這件事情 因為他跟天機心放在一起 這個時候 本來希望有所改變的天機 有的時候 你的希望轉變的想法 會太過武斷 或者是太過堅持 這個時候可以 多找找身邊的朋友溝通一下 因為反正你的遷移公有天良心 就是你總是可以 有朋友貴人 多找一些長輩 都找一些有經驗的長者 跟他溝通一下 跟他聊一下你的想法 那就會可以降低這個 天機心受到情陽的影響 太陽天龍這一組 他所在的位置 對公已經是空公的 如果說明年有太陽天龍在這邊 工作上面 擔心的是 如果這邊 你剛好盤上這邊有一顆 原本你本命盤的普通星 或者是你在這邊 有一隻情陽星 那你就要去擔心說 你會有工作職場上面 因為你自己 對於工作的想法跟態度的問題 而產生一些職場上 人際關係的問題 那或者是說 這邊有再放一些 小的桃花星 例如閒時天遙 或是文曲 尤其是男生 有一些職場上面的一些 比較奇怪的桃花 那這個是要小心的 除此之外 在這個組合裡面 如果說你的太陰 有碰到畫路 畫拳 這些都表示說 你明年的工作職場 算是非常順利的 會有很多的工作機會 而且也都是還不錯的工作機會 可以做得開心爽 然後不用太累的 如果說你的太陰天龍在這邊 而對公空公的 這個組合 因為太陰天龍放在這邊的時候 它可以借過來這裡 絕大多數的情況 會跟太陰天龍在這邊的時候很接近 但有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這個組合裡面的人 他在明年 他會有比較多的 為了要去幫助別人 或者是譬如說你的同事 想要做個什麼事情 你必須要支持他 有點辛勞 然後再加上 也有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跟身邊的伴侶會有一些紛爭 其他的部分 它就跟剛剛那個 太陰天龍在這邊 會是差不多的 再來 連真天象對公是破均 連真天象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對公如果是破均 你就要先去注意說 你在這邊是本身 你自己是 丙連生 連生化氣 或是更連生 天象化氣 然後這邊本來就帶一隻羊 或是更連生 天象化氣在這邊本來就帶一隻脫羅 那這件事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就必須要去注意到說 明年你的工作上面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不管你是要創業也好 或是你是要換工作也好 都會有合約上的問題 或人際上面的一些狀態 就是會碰到小人 然後容易碰到 人家跟你講好的事情 你就反悔 或者你自己如果想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很容易失敗 千萬不要 跟我們在附近公講的一樣 當你想要外遇的時候 你要先看看會不會被人家抓到 這個是這個組合 明年需要非常非常注意的地方 如果是顛倒過來 票君在這邊 而連真天象在這裡 那是不是也就符合了 連真天象加上一隻青羊 明年只要走到秉月或是更月的時候 你也都要注意說 尤其是業務型的工作的人 特別要注意到說 你在跟人家簽約的時候 會不會有給你錯誤的合約 或者是說 譬如說你公司要搬家 你需要跟房東簽約 都要注意這些事情 所有的合約上的東西 甚至包含 如果說你本來就是一個 譬如說你是保險業務員 你都需要擔心這種 你跟人的合約是不是出狀況 那這個是 這個組合的人 他明年所需要注意一點的事情 人機上面跟合約上面 最後一組 七薩對公司無辅的 七薩如果在這邊對公司無辅 剛好這個無許行為劃劑 無許行為劃劑 所以這個組合就會是 你在工作上面很認真拼命 會希望自己 要能夠多少的付出努力 至少要得到等比的回饋 或是更高一點回饋的金錢財富 擔心的是什麼 擔心的是 這邊除了是官務工的對公 你在外面的工作表現 跟你內心的想法之外 他還會是你的福氣工 所以這個組合的人 要去注意到說 如果你身邊已經有伴侶了 沒有伴侶沒有關係 反正你就能賺錢 明年財博工再有陀螺 然後大家都無許化計 明年就好好賺錢的年 但如果說你身邊有伴侶的時候 你就要去注意一下 你的這個工作狀況 會不會太認真了 然後讓他覺得說 他媽的你這個臭男人 你只為了賺錢 然後都不顧我們的感情生活嗎 想要用錢來打發我嗎 那就會產生一些問題跟狀況出現 如果說是顛倒過來 無許化計在這裡 有七煞在這邊 跟剛剛的組合是一樣的 而且你會更認真的 去要求你的工作上面 是不是可以得到好的金錢回饋 然後這個組合的人 如果其他在這邊的話 其實反而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沒有對象 那其實你也不會想要找新的對象進來 如果你有對象的 安全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這裡的無許化計 我認真的工作之後的辛苦 我都會希望啊 我身邊的另一半 可以好好給我安慰 抱抱跟支持 所以我會同時間的認真工作之外呢 我還會願意跟另外一半 去分享我的心酸 除非是你找到的對象實在太糟糕 那在正常的狀況之下呢 這個組合會是一邊認真工作 一邊維繫好感情 那這個就是明年 明年六個組合的官陸工 以及他們顛倒過來的 對共總共十二種組合 明年大家工作的情況 希望大家明年呢 好好奮鬥一年 明年天良化露 露水寄走 天良化露 後來無取的寄 只要我們是認真工作的 然後是好好努力的 而且是願意 當你得到回收的時候呢 會願意對社會做出回饋的 都可以會有老天爺 會有貴人來幫助你的那個舞曲集 幫助你能夠在工作上的努力 可以得到相對應的一些成果出來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明年工作都順利